要從這個公司資金來源開始上 就是 第五節講義的第四頁這裡 我們說 公司要營運 百費待局啊 就是光是有人沒有用 你如果沒有錢 是沒有辦法說讓公司的業務去遂行 所以我們現在要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公司的錢是從哪裡來 基本上公司要有錢 第一個 大家會想到的就是資本 這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直接寫上資本的話 這樣比較沒有體系感 所以我會比較希望 我們從這個金融法的角度去思考 因為公司法跟證交法是 算是一個 整體的法律啦 所以我們可以從金融法的角度去思考這問題 第一個叫直接金融 再來間接金融 第三個 還是 公司的 盈餘 第四個是資本公司 我們不要從法條去思考說公司金錢的來源 因為 以後同學 可能 假設你做律師業務 你可能會碰到說 今天企業主跟你講說 我們公司需要錢 我們在公司法有哪些方法可以幫我籌到資金呢 他如果這樣問你 那 你總不能說 我翻翻看法條 法條只有說 發新股這樣 發公司債 你就完蛋了 因為 你沒有辦法全面性的去提供客戶的建議 好 什麼叫直接金融 什麼叫間接金融 這是從金融法的角度來看 我們說 這個 在資金的市場裡面 有所謂的資金的 這個攻擊者 也有人把它稱為 叫資金的剩餘者 為什麼叫剩餘者 講白話一點就是 老子有錢啊 錢多到這個口袋裝不下有沒有 剩下很多 用不完 啊怎麼辦 我很困擾有沒有 這叫做資金的剩餘者 所以他在資本市場上面 他是 扮演提供資金的角色 那 也就是一般的廣大的投資人 什麼叫投資 所謂的投資就是 他的錢很多 多到沒地方花 所以拿去 這個投資給別人 拿給別人用 那當然不是無償的拿給別人用 他希望說他可以賺取一些 怎麼樣 報酬 比如說我買股票 我就是希望賺股息股利 當然有的人是怎麼樣 希望賺價差 好 那有人是很有錢 那一定會有人是怎麼樣 資金的 需求者 好 我們今天 這間公司就是怎麼樣 我們在講資金的來源之質 今天公司需要錢的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公司如果處於這個地位的時候 那他怎麼辦 那我們說 就去找資金的剩餘者 資金的供給者要錢嗎 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叫做資金 就是叫做直接金融 所謂直接金融就是 由資金的需求者 直接向資金的剩餘者要錢 但是 這個話不是那麼簡單的 就可以去把它說明清楚的 這個原因是因為 如果說 我們一般自然的人去借錢 比如說 這個 我需要一百萬 然後呢 買一棟房子 然後跟同學借錢 假設這樣 那可能同學就說 好吧 那我很有錢 剛剛很有錢 老師我一百萬借你這樣 那我只要找一個人借就可以 但是資金的 公司的資金需求通常都很大 所以假設說 這個動輒數億 假設是十億好了 你今天要找到一個人 可以直接把十億元給你 不是那麼簡單 換句話說 你可能必須要找到很多資金的攻擊者 可能找了一百個人 一百人 但是每一個人 針對這個資金的 這個 這個怎麼樣 想要 何時要回錢 也就是說我的借貸的時間 跟怎麼樣 我的條件 比如說我的利息 以及金額都不一樣 比如說今天某甲 他說 喔 我有一百萬的剩餘 我一百萬可以借你 但是呢 我的時間是怎麼樣 我三年後要去美國念書 所以我要把一百萬拿回來 然後我希望是 比如說兩趴的利息 然後今天某椅是說 喔我很有錢 但我有一億 但是呢 我是三個月後要買土地 所以我借你之後三個月後要還 然後另外一個人說 喔我有十萬塊 只有十萬而已 但是呢我可以放十年都沒差 也就是說今天假公司 如果想要這個總共借到十億的話 他就必須要跟那麼多人去締約 那麼多人去締約 而且要花很多締約成本 而且每一個資金的攻擊者 他的條件都不一樣 那他很煩 不勝其煩 所以說喔 有時候直接金融不是那麼好用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有一個人 在中間扮演一個角色 那這個人叫金融中介 那金融中介通常都是銀行 也就是說 今天這些資金 攻擊者的這些需求 我資金需求者 我這間公司 我完全不用去照顧你的感受 我讓銀行去跟你們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銀行就會說怎麼樣 你們有錢有剩 你就把它放 擺在銀行裡面伸利息 那你們隨時可以領出來 但是我們利息是固定的 好讓你們隨時可以領 但是因為我的存戶很多嘛 所以假設我存戶有二十萬戶 然後呢 今天有個三五戶 七八戶 十幾戶 把錢領走我沒差 反正我錢很多 那對這個資金需求者來講 假只要負責跟比如說這個銀行X好了 遞約就好 我只要跟他約定好 什麼時候還錢這樣就好 這叫做間接金融 只要中間有一個金融中介的存在 那這樣的話就是間接金融 因為他沒有直接去向資金的攻擊者要錢 也就是說 公司想要去借錢 也不一定借錢 資金公司想要直接去向資金的攻擊者要錢 大概有兩種方法 但是呢 這個直接金融跟間接金融各有利弊 如果是直接金融的話 我們還可以看說 這個比如說像 是否有發行有價證券 有沒有發行有價證券 如果說沒有發行有價證券的話 那就是怎麼樣 民法上的直接的借錢 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有發行有價證券的話 這時候呢 可以再區分說 那你發行的是什麼有價證券 比如說你是股票 或者是公司債 再來 在我們公司法會處理到的 大概就是股票跟公司在這裡 如果是沒有發行有價證券 這裡有是有價證券的意思 如果沒有發行有價證券 那這是民法處理就好 所以我們這邊不處理 我們不處理 好 那間接金融的話 就是透過 就是跟銀行借錢的意思 就是跟銀行借錢 那你說 那我跟地下錢窗借錢算不算 也算啦 只是 只是就 這個比較 比較不妥當一點 太危險了 可能明天那個公司大門 就被潑油漆啊 被灑民族 這個對公司形象不好 好啦 這叫間接金融 那兩者哪個好 其實各有利弊 間接金融的好處是 公司的締約成本比較低 應該說去找這些資金需 供給者 這樣的一個成本比較低 時間的耗損比較少 缺點是 他必須要給利息 所以他的缺點是利息 優點是什麼 快速方便 那這個缺點不是只有利息而已 就是說 有可能是 比如說銀行也有可能 假設銀行無意願的時候 這個 就有點麻煩 比如說今天公司的形象不好 那為什麼無意願 通常就是 比如說像公司 形象不好 或者是公司有虧損的時候 你基本上是不可能 用這個 間接金融 去跟銀行借錢 因為銀行不會借你 就像我們 昨天在講減資的時候 我們說公司為什麼要減資 行事減資 就是公司有虧損嘛 那你今天公司有虧損 然後公司又沒有單薄品給